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了在Drupal系统里头的语言翻译包的使用 那么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在Drupal系统中的翻译界面 透过这个翻译界面我们可以把Drupal系统里头还没有翻译到的文字 或者是已经翻译过的文字再做一些调整 请你先以最高权限使用者Admin的身份进来到这个网站 接下来我们来到工具列的设定 再来我们拉到最下面 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地区跟语言的群组 在这里请你点按界面翻译 现在我们来到了界面翻译的管理界面 在前面我们已经使用过它的汇入这个页签 那么这一节我们要使用的重点是翻译这个页签 来到翻译这个管理界面的地方 首先拉下来一点 这里你可以看到相关的Drupal系统中的一些相关字串 那么它现在有翻译成翻译中文的版本 如果你对于任何一个翻译字串想要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它旁边的操作按钮这里的编辑或删除来进行调整 我们再拉上来一点点 在中间这一区有一个衰选器 我们可以在这里衰选我们想要找寻的相关的字串 这个字串可能是翻译过的 也可能是还没有翻译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它所要翻译的语言 或者是寻找它是已经翻译好的还是还没有翻译好的 再来可以限定搜寻范围是在所有的文字群组或者是内建的界面 所谓的内建的界面是指在Drupal系统里头 按照Drupal程式撰写的API语法有指定要翻译的字串 这些利用Drupal API的语法指定要翻译的字串 就是归类在内建界面这一边 而所有的文字群组当然包含就不只是内建界面 它还包含你在操作中所设定的相关的文字 例如说我们曾经在使用DisplaySuite 来调整内容类型的版面设计的时候 那边我们就有进行了一个操作 那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我们在哪个地方进行了这样子的操作 我们来到架构并且利用性的翻页来开启 进来架构以后来到内容类型 再来我们曾经针对3C产品的版面做的调整 所以我们来点按它的管理显示 我们曾经在3C产品里面增加了一个显示模式 叫做内容全文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操作上所设定的文字 就是原本它写的是Read More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是继续阅读 假如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把它改成是中文的继续阅读 而是仍然显示原来英文的Read More 那么我们如果是在界面翻译这边 在这里打上Read More 如果你限制的搜寻是包含所有的文字群组的话 那么在3C产品这里的Read More也可以被找出来 我们再回到界面翻译这边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示范 把目前在Drupal系统里头 还没有翻译到的字串呢 帮它进行一个翻译的动作 我们来到隔壁的分页 再来我们点按首页 接下来请你拉到最下面的地方 最下面在Footer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Powered by Drupal 这是在Drupal系统建置的时候 内建的一个小区块 这个区块会告诉大家 这个网站是由Drupal的CMS系统所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段英文字我们想要把它翻译过来 请你先看一下 Powered by Drupal这里 其实在它的里头有一个连接点 当我来到Drupal的地方 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的滑鼠 变成的是一个手指头形状 表示说这里有一个连接点可以点按 接下来我们把Powered by 这几个字把它选下来 把它复制起来 接着我们再来到界面翻译这个管理界面里头来 然后搜寻这个字串把它贴上来 语言选择所有的语言 搜寻选择翻译或者是未翻译的字串 那么限制的范围是所有的文字群组 接下来按搜寻 拉下来看一下 OK 目前这些都是在内建界面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Powered by Drupal 不过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 因为就我们刚刚所看到 Powered by Drupal 在Drupal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连接点 因此比较像是这一个 Powered by 然后这里有一个连接点 然后是Drupal OK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翻译的 我们再来针对它做一下翻译 来到旁边的按钮点按编辑 我们在Chinese traditional这个文字框 把它改写一下变成是中文的语句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我们改成是由Drupal所建置 中间这个地方包含它的连接 这个地方请你不要更动它 OK 再来我们把翻译储存起来 我们刚刚的字串已经储存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到隔壁的分页 再来点亮它的重新整理 看看刚刚的效果如何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 目前是由Drupal所建置 把你的滑鼠放到Drupal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连接点还是存在的 透过这个方法 你可以针对目前你所拥有的Drupal系统 不管里面是已经翻译过了 或者是还没有翻译过的 你可以透过翻译的界面 来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OK 关于翻译界面的说明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除了一个大量的标准 一条路的标准 不需要开销 对的 感谢观看